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7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周五拜登政府宣布全面限制 向中国出售半导体技术 目的是削弱北京获取一切科技和军事发展的 关键技术的能力 这举措令中美之间的技术对峙进一步加剧 美国试图在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先进计算 和半导体技术上建立全面的压制 拜登政府这项禁令的依据 是简称为FDPR的规则 FDPR已经被用于华为和俄罗斯 FDPR就是指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于1959年首次引入 用来控制美国技术方面的贸易 他实质上是说 如果产品是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 那么美国政府有权阻止其销售 包括在美国以外制造的产品 该规则于2020年8月成为焦点 当时它被用于对付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 在此之前 美国官员曾经试图切断华为的半导体供应 但是发现一些公司仍然在向华为运送 在美国以外的工厂生产的芯片 因此美国政府扩大了FDPR的控制范围 这一举措对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造成了致命打击 而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也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使用了这一规则 来切断芯片的供应 那么本周五 美国宣布将该规则用于中国的先进计算和超级计算机行业 也阻止中国获得先进的芯片 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专家表示 FDPR的扩大范围填补了美国出口管制管辖权的空白 然而美国也不敢随便使用这一规则 因为它可能会将其他外国公司卷入这一事件 造成与盟国的摩擦 芯片专家则表示 拜登政府的最新举措 将禁止任何使用美国工具的半导体制造公司 向中国销售先进芯片 这将导致中国必须开发自己的制造技术 必须开发自己的处理器技术 以取代不断减少的美国或是西方技术 而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才能赶上今天的技术水平 这一限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减缓中国军事计划的发展 这些计划涉及使用超级计算来模拟核爆炸 引导高超音速武器 以及建立监视网络等等 美国商务部表示 商务部正在努力防止具有军事用途的敏感技术 被中国的军事、情报和安全部门所采购 并且指出 由于外部威胁一直在变化 美国需要不断的更新政策 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技术专家表示 这些规则是10年来最广泛的出口管制 与川普政府时期针对华为不同 最新举措制定了一项更全面的政策 不但将停止向中国科技公司出口尖端产品 同时将切断中国自己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 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激进的做法 近年来中国大力投资建设半导体产业 但是在生产最先进芯片的能力方面 仍然落后于美国、台湾和韩国 但是在人工智能等领域 中国已经赶上来了 并不比美国差 但是问题是 中国的技术进步 依赖于西方公司设计或是制造的先进芯片 对于周五的全面禁令 中国尚未作出回应 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曾经表示 美国正在试图利用其技术实力作为优势 阻碍和打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他说 美国可能希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永远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再来看其他消息 世界首富马斯克很罕见的与中国官员 在网上发生了公开的争论 马斯克还使用了中文 事件起因是本周二 马斯克在社交平台推特上发起了一个投票 他提议俄乌停战的方式 是让乌克兰的斯大俄战区重新投票 决定其归属权 同时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 他问网友是否认同这一想法 投票结果大部分的网友表示不赞成 没想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 也参与了这一话题 他用英文评论说 马斯克太放纵自己的个性 太相信新闻自由 他将会受到教训 马斯克看到之后 则用中文来回应胡锡进说 手整体插在口袋里的人过分自信 我们懂中文的朋友应该都会觉得 这句中文好像不太对劲 很快网友发现 其实这句话是直接翻译字一句谚语 谚语的原话是 Man with hands in pocket Feel cocky all day 这是一句出自孔子的古话 其实就是指四体不勤 无骨不分的意思 形容部分读书人脱离劳动 脱离实践 也就是说 马斯克指胡锡进 光知道理论 但是脱离实际情况 马斯克一向是一个亲中国的西方商人 他曾经多次公开赞扬中国 并且在上海建立了特斯拉超级工厂 还不顾西方的反对 在新疆开设特斯拉展厅 他很注重与中国政府打交道 因此这一次是他十分罕见的 与一个普遍被认为 代表中国官方声音的人士公开对峙 最近马斯克与英国金融时报的总编辑 共进午餐 并且接受了金融时报的独家采访 在采访中不可避免的谈及了中国 马斯克承认 特斯拉不可能不受到 中美地缘政治危机的影响 马斯克预计 关于台湾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企业将会被卷入其中 更不用说是全球经济了 他估计 届时全球经济将会受到30%的打击 马斯克还说 我的建议是 为台湾设计出一个特别行政区 虽然特别行政区的规则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但它至少是合理的 而且我认为 台湾特别行政区 可以有一个比香港更加宽松的安排 英国金融时报的主编 则对此评价道 我对于这个建议 是否会被采纳表示怀疑 另外今天10月7号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否知道 正是俄罗斯总统普京70岁的生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向他表示了祝贺 朝中社报道称 金正恩在贺典中说 我对迎来70大寿的您 送上温暖的祝福 他说如今俄罗斯打破美国 和其追随势力的威胁 坚定守护国家尊严和根本利益 这离不开您卓越的领导力和坚强的意志 金正恩还说 普京长期担任着国家元首的重任 为实现建设强大国家这一伟大战略目标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深受广大民众的尊重和支持 他说在实现国际正义的斗争中 朝鲜与俄罗斯的相互支持与合作 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金正恩对此感到欣慰 并且希望朝俄的纽带关系 能够不断地发挥重大作用 朝鲜近期不响应朝美韩朝对话提议 而是强调了与中俄的合作关系 此外金正恩已经27天没有露面 这是他今年以来最久的一次为公开献身 而说到俄罗斯呢 俄罗斯的钢铁寡头 穆尔达绍夫拥有的豪华游艇 周四被发现停泊在了香港水域 香港特区政府则称 无权也不会对个别国家实施单边制裁 穆尔达绍夫拥有的这艘豪华游艇 价值5亿美元 上周离开海生威后 航行一个多星期之后 神秘地出现在了香港 平泊在了香港 坚尼利城与昂船舟之间的水域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和欧盟等国家 对普京的很多盟友实施了制裁 穆尔达绍夫就是其中一人 穆尔达绍夫的发言人称 穆尔达绍夫本人目前身处莫斯科 但是拒绝对游艇的位置发表评论 香港海事处则回应称 个别国家可能基于自身考虑 向某国家实施单边制裁 但是港府没有权利 也不会对其他司法管辖区 实施单边制裁 这艘游艇是由德国制造的 船长142米 名列全球20大最长的游艇之一 船上有两个直升机停机坪 设有泳池、电影院和20个豪华客舱 最多可以容纳36名客人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